我們看第十二題 他說這個方程式有一個負數根是2-i 那現在有個時數 帶進去這個函數以後 結果他是小零 要求阿阿的話 他是怎麼做 因為有個負數根是2-i 我帶進去會等於0 那我現在 也就是等於2-i 是他的根 那我們現在來看 哪一個多項是他的因式 就x-2等於多少負-i 那我兩位把他平方就變了x-2的平方 等於負-1 也就是說 x-4x加4等於負-1 就是加5等於0 那這什麼意思 這意思是說 x-2-i 帶進去的話會等於0 那這代表什麼意思 而且 這個東西 帶入這裡也會等於0 代表什麼 代表這個多項式 是這個多項式的一個因式 好 那我現在 把這個東西 帶進去看看 因為這個是他的因式 所以我可以因式分解 因式分解的話 我將f這個多項式 1-5 加3 加49 9-9-30 我把他除以 把他分解例式 把他除以這個多項式 就是4-5 這1 這是4-5 1-4-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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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個虛數根 負數根就在這裡面 負數根在裡面 你把2-i 帶進去就會等於 乘以這個多項值 s 平方-f-6 變成這個樣子 因為它只有負數根 那代表什麼 代表這個多項是在實數裡面 它是很大量的 既然這樣 我就知道這一項是很大量的 然後現在他說 我現在有個實數α帶進去 它要小量 這個f 負數 帶進去 因為這很大量 這個是α平方-4α 加 所以他若是小量 但是問題是這個很大量 所以兩個人可以約分 這約分就可以了 所以要得到多少 得到α-3α加2 這小量 所以α的話怎麼在哪裡 α是小於3 大於貨 就算了 那些小量 有些小量 這不是什麼小量 就算了 那些小量 有些小量 感谢观看